同学好,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翻例6 这里稍微有点这个状况题 你要分类啦,OK 我们先来破题一下啦 他说有一个直线经过32这个点 他说呢,和两座标走在第二项线围成的三角形面积是3 这个还蛮神奇的 这个我稍微移一下啦 这个图形应该过来一点,蛮奇怪的 这样你比较好整理的 OK,好,他说呢,围出来面积三七就像长这样 第二项线,所以你要画个草图啦 这样懂意思吗 你一定要画个草图 你没有画个这样的草图 你很难去这个解答出来 这有时候数学问题就是尽量把它图像化 具象化,系统化去做思考啦 这样懂意思吗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要求L的方程式 所以你这样画出来表示过A0跟0b嘛 又通过32,所以32在这上面嘛 所以我们呢,有两 应该是说我们分成两种状况啦 一种状况就是说它真的有拮据 那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 搞不好它,不对不对 第二项线,那第二项线就一定有拮据 好,一定有拮据 所以呢,我们可不可以假设就是 X拮据叫做A,Y拮据叫做B 所以呢,方程式A分之S加B分之Y等于1 所以你看哦,我假设在这里,在这,框太大了 OK,好,我假设,它框怎么有时候不见 假设在这里,好,OK,好在这里 那我现在就是把32带进去嘛 那32带进去呢,我经过化检一下 长这个样子,长这个样子 可现在有个问题耶 你看现在有两个位置数 可是我们才带一个点进去 可见得我现在A跟B都怎么样 你两个位置数你怎么去解决 好像有这样状况 所以你看哦,化检在这里咯 所以我们应该稍微做一个一项 一项一下 那我知道AB有没有 它有个说三角形面积是3 代表这个A跟B相乘除以2等于3 所以AB等于6 第二项线可是要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A是负的,B是正的 所以AB相乘除以2 刚刚在这里啦,我来train一下 你看这个相乘,所以A要加负的耶 这样面积才是正,面积不会是负嘛 所以我们知道AB等于负6 AB等于负6我们就带到这里 把它带进来 这样子负6 所以你看整理一下 所以B等于负2减4A B等于负2减4A 我再带进去刚刚AB等于负6 这里,刚刚AB等于负6 所以呢,你看这带进去 变成一元二次方程式 去分解一下 算一下 然后呢,A算出来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1,一个是负2分之3 所以呢 1不合 1不合,那就是负2分之3 那再带回去刚刚的这个 有没有 哪里哪里 B等于负2减4A 所以这样子B就出来了 好,所以这一题重点是 第一个你要会假设 它的结局叫A Y结局叫B 它说第二项线 所以这个A是负的 B是正的 那三小型面积 第一个这样假设 我帮你 这个 我帮你这个做个记号好了 好不好 好,这第一个 我们假设这个 呃 拮据 好,这第二个呢 三小型面积在这里 所以第二个 所以A,B等于负6 再来第三个要把32带进去 这个拮据4 好,第三个在这边 好,拮据4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 好,所以第四步在这里 好,然后把A,B等于负6带进来 好,A,B等于负6带进来 长这个样子 所以B,整理一下 B等于负2减4A 第五步 好,B等于负2减4 所以带进去 刚刚AB等于负6 所以会变这个样子 AB等于负6 好,再次统整 好,算出来呢 好,这个 A跟 它是A的因式分解 好,有两个答案 好,所以当然A 第二项线嘛 负的 好,所以B是正的 好,所以最后就出来了 所以最后呢 三分之四 三分之X加四分之Y 等于1 那整理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直线方程式了 好,这题好像 颇难的 同学再稍微把它 额,留意一下咯